我红江油业行 凡涉及到红油纠纷 莫不是以那桶清代底油为标准 一滴见真伪 虽然底油消失了十几年 咱红商也没出现过什么假油事件 既然假油事件出了 你等莫要忘了 在这红江城还有一人 论手艺论声望 足以辨别出真假 这会是谁啊 这会是谁啊 使劲 好了 快垫上 咱们都是作油的 哪批油你都用底油验过的 那还怕什么 可不是吗 卖给洋人这批油 都是大江亲自验过的 你等等 你是说 这批油不是你亲自验的 是大江验的 是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江这孩子他作油虽然不怎么地 那验油可没问题 是 他要是连验油都不会 那他就不是你老杨的儿子 那他就不是你老杨的儿子 我告诉你啊 马克思凯这么一闹 我心里真的没底了都 明天言我不就是 给你洋家油讨个公道吗 我知道因为你相信我们洋家油的品质 所以才用你们刘家的顶红做宝 让事情能转换到这一地步 这是你第二次救我们洋家了 老哥哥我鸣谢无忠 咱们两家用得着说这个吗 谁跟谁啊 好 那不说不说 那你留步 留步留步 好 慢走 明天就全看你的喽 你回去睡个踏实觉吧 请刘董家公布宴有结果 请刘董家公布宴有结果 有请 诸位 这油已经宴了 真假已经没有悬念了 可是有几句话 如梗在喉 我不得不说 人人都羡慕我们洋江商人 得天地之灵袖 独占洪油之力 岂不知我洋江商人 做的是手艺 平的是良心 守的是信义 我不愿得罪老伙计 可是我更害怕 今天在此说了魅心的话 明天洋江城就变成了魅心之地 刑伤者无漆无诈 才能刑伤四海 或通八方 老杨家的油 是红油不佳 品质也不错 但是 没有达到顶红的水平 这也算不得什么耻辱 老祖东说 宁亏银子不亏良心 文过而忠礼 支持而厚勇 奋发图强 才是我洋江商人的底气和胸怀 好 好 说得好 我的朋友 说得好 说得好 刘东家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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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会说话呀你 刘云相 刘大东家 你真厉害哪 昨天你还信誓旦旦地说 要保我们杨家的油 今天你就翻领不认人了 你忒厉害 你去了软弯说了这么多 冠冕堂皇的话 不就想说我们杨家油不好吗 老杨 你别误会 我误会了 开玩笑 恐怕天下人都误会了 今天大家都以为 红油是他们刘家出的 那是个大笑话 能来 要不是我爸爸 当初在炒铜子的时候炒糊了 哪有今天的红姜红油啊 老杨 你既然要这么说 那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 你说 你说 你爸爸炒铜子 那也是我爷爷让他炒的 我爸爸 好好好 二位息怒 二位息怒好吗 就冲着这刘老东家 把他们的镇宅之宝 送给你们杨家 这情分你就 都是那笔账 龙会长 你怎么也信那些无稽之谈呢 光绪二十年 他爷爷刘庆龙 沾了我爸爸发明红油的光 朝廷赐他爷爷为奉证大副 他爷爷为了感谢我爸爸 就把他们家那桶油送到我们家来了 胡说八道 老杨 你不能电到黑白啊 你才电到黑白 老杨 好好好 一下 少说两句 你老刚才也看见了 这是顶红吗 这配叫顶红吗 这也敢叫顶红 就这二五眼的手艺 我杨叔叔是驾鹤西去了 要是活着 今天也被你气死了 刘云霞 我在这儿呢 怎么样 罢了罢了罢了 得了得了 罢了啊 既然这刘东家已经评判了 你们杨家这个油是假顶红 既不如人 少说两句 好 我既不如人是吧 我二无言少爷 是可杀不可辱 刘云霞 我今天就敢在祖师爷面前 我豁出去这条命 你敢不敢跟我赌油 现在这屠孙子 要跟您亲孙子赌油了 赌油 对 快 爸你就跟他赌 咱谁怕谁呀 我老爸必胜 咱爸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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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娟 你别在这儿瞎起哄了行不行 你嫌咱爸死的慢 嫌你这话就不对了 那亚洲大酒店里头 不每天好多人都在赌宝吗 天娟你个傻丫头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赌宝只是在赌钱 赌油可是要赌命的 赌命 赌人 赌人 我不是告他的黑壮啊 他把您留下的那一桶 清代底油给弄丢了 这是您留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遗产哪 我知道您不在乎 丢了就丢了 可是这杨通昌历令至婚呢 他以为没了清代底油 就没了个评判标准 所以他敢跟我赌油啊 您也知道 在洪江 商家赌油是犯了大忌啊 我已经决定了 奉陪到底 您别骂我 爷爷 要不您跟杨叔叔商量一下 把他带走得了 反正他赌油赌输了 也得到那边去 还免得遭陈谈的大罪了